好 再来回顾了 这个广东东莞旅行团来到台湾 这一场员工旅游 没想到在最后一天出了这一起意外 造成了现在通心团员两死三伤 至于幸运逃过一节没有受伤的旅客 他们惊魂未定 在旅行社员工的陪同之下 他们是回到了饭店休息 预定还是会在今天依原定的行程 搭机返回广东 在旅馆大厅里一脸惊恐 十几名旅客都不发一语 他们是幸运逃过一节的东莞旅游团团员 因为没有受伤被旅行社赶紧安排回饭店 旅客有的红肿双眼 有的戴着墨镜似乎才刚刚哭过 每个人低着头 从从拿了房卡就上楼休息 旅行社的员工陪伴在一旁 担心有人情绪失控 正在团员上楼后不久 就传出有旅行社的成员 匆匆跑下楼找饭店 请附近的医生出诊 疑似因为有旅客在亲眼目睹 同行团员意外惨死之后 情绪难以平复 那么据说这些家属 在整个的感觉上 也有一点点失衡 那我们也为他安排了 医师在现场stand by 饭店立刻送上便当与鸡汤帮团员押金 当时司机回向事发那一刻 语气有存 突然碰一声 整个引擎就熄火了 然后碰一声整个车子跳起来 跳起来引擎熄火 然后我车上有那个鸣叫器 安全设施的鸣叫器 一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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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就挖军孔啊 原本好好一趟员工旅游 就要在周六划下据点 没想到却发生 起重机砸到游览车意外 目前旅行社已经联络死伤者家属 将安排他们到台湾处理后续 而这些没有受伤的游客 则依照原定行程 25号大鸡回家 终于新闻 陈嘉明 蒋七美 台北采访报道